当你的前任和现任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 你会怎么做呢 暑假里 玛丽安邀请康奈尔和他的同伴 到他在意大利的豪华别墅做客 这是一次讲学经旅行 而在玛丽安家中还有他的男友吉米和好友丽莎 整理完行李的康奈尔来到楼下 正好撞见了正在争吵的吉米和玛丽安 他礼貌地向吉米问好 并询问玛丽安需不需要帮忙 看着眼前显然有些醋意的吉米 玛丽安拒绝了康奈尔的好意 为了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 玛丽安邀请康奈尔一起去镇上购买食材 在意大利的乡间小道上 两人骑着单车 这对曾经的情侣洋溢着笑容 很显然 康奈尔在身边的时候 玛丽安才能表现出最轻松的样子 一同购买完食材之后 两人惬意地坐在路边 玛丽安吃着冰淇淋 康奈尔在一旁讲述着讲学经旅行的演趣经历 他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真实 博物馆内著名的艺术品 在意大利的小广场上和玛丽安吃着冰淇淋 这一切都离不开金钱 两人骑着单车回到别墅 这一幕正好被吉米撞见 吉米笑了笑并没有说话 饭桌上 吉米显然有些情绪 他不断地向玛丽安找茬 康奈尔试着转移话题 他说这一趟的讲学经之旅授业良多 维尔米的话策让他颇为震惊 吉米却冷语相对 这只不过是坐着绿批火车 住着廉价旅店的旅行 学校提供给穷人的福利罢了 我像在你的妻子的佳妻 整个冬天的康奈尔 玛丽安回到屋内冷静了许久 将甜品拿到了餐桌上 随后康奈尔听到了屋内的争吵声 立刻冲了进去 vier满 这边这枪满 就是说什么? 放入那屋下 别 你不如我放入它 OK 姜 嗯? 我放入它 看 吃 我呢 嗨 来 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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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 你们真是心情 你们需要帮助 因为你们真是惊喜 康奈尔将玛丽安带到屋外 让她冷静下来 并紧紧拥抱了她 我可以在你的座上吗 当然 我会坐在桌上 那是你 疼